欢迎来到微电影之旅 我是李润 感谢你的收看 在最近被称为 史上最具情怀的 辞职深情里的那一句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几乎是成为了大街小巷 无论是白领精领 还是蓝领们 最热门的口头禅了 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这一部现实题材的 微电影作品 《迷失的青春》 讲述的就是一对兄弟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挣扎徘徊的故事 世界这么大 他们是否能够找到 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我们一起来看 《饭的声音》 我先走了 哎 妈 妈 这里下肤子了 妈 你别着急 行 我这儿去 头儿 我用点事 我先走了啊 哎 哥 你去住这里啊 对啊 你们住了几个人呢 三四个吧 冰冰 我说你出了呀 不是跟爸妈说一下 跟爸妈吵吵架吧 我也想挣钱啊 哎 你想挣钱 钱也那不好挣吗 哎 哥 哎 哥 你咋这么多药 钱在干活 不小心把脚扭上了 不过现在也好得差不多了吧 哦 对了 冰冰 哎 我要去工地干活了 累了你躺在床休息一会儿啊 哎 好了 哥 哎 我走了 哎 慢点啊 哦 晚了我再休息一会儿 哎 好了 好了 我先去工地干活 以后来吃了个烤鸡 再吃了一些成果 两个的漂亮 都没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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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我爱汽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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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